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 你有碰过类似看似君子 但后来变野兽的那种 没有 我只碰过施葬一个人 你不用看这个话题 看起来像野兽 但没想到是君子 老师 重点来 这种君子忽然变野兽的话 女生很害怕 可是有些女生喜欢那种霸道的 有野味的那种 那就印证了不要怎么样 就是这样 老师不喜欢听到这一句 可是她自己开的 有的当太太的 那不因为买太贵的衣服 为什么 因为最后结局也是被吃过 不想讲 不想讲 是你自己开这个话题 今天要说 好 OK OK 饮食男女食色 性业我承认 但是有些时候呢 就自己并不想犯罪 但不小心那个氛围 那个环境 没有错 让自己陷入 有一些容易产生激情的地方 我们今天要看看 搞不好里面有一些激情 我脸都热了 有没有 还会被拍出来 你现在是HTU 这个好危险 你现在脸也超红 没有 我都觉得我跟他们 你是蛮羞的 聊到这一块 其实现在我 好吧 硬要讲我只好讲 你怎么要讲 我要说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不是曾经去一家公司 硬征当秘书 然后后来是为了去认识我先生 那个老板 那个总经理 就有一次说要送我回家 这是唯一是 接近另外一个 对我有企图的男人那么靠近 在车上的时候 今天应该会有 没怎样吗 没有越过道德的边境吧 没有 但是我是觉得 硬要问我这种经验的话 那一次我真的觉得很危险 密闭的空间又晚上暗暗 你还闻到他身上果农水的味道 互相那种气味的交流 而且你看嘛 那个头一靠就过来了 我没靠 我来了 我真的也是说对方 你一靠就过来了 所以我觉得很危险 对然后技术好一点手也来了 真的真的 我遇过那种很厉害的 对 今天要分享一下 今天讲的就是这种 很危险 对 好 所以我们来欢迎今天 都是野兽级的来宾 有 第一位演艺圈情绪 最容易飙高的 鬼财制作人 沈玉玲 人要发呼请子呼离 孤男寡女 千万有些地方不能去 不然 小心意乱情迷 好 好 今天下一位最懂演艺圈大小事的 媒体工作者 吕玉环 大家好 好 现在现在有很多的防护措施 但是有些地方是不能随便去的哦 除非你想 三个另当别论 三个 好 快一人玩 那里面坐下去哦 好 今天下一位 最懂社会黑暗面的媒体工作者 胡绍琛 大家好 作为兄弟姐妹 干财烈火要有点火的环境 不要随便乱搞 小心野兽变妖兽 有点火 是 哈喽 好 好 好 我们欢迎下一位最懂男女情世的两性 詹嘉宁千万 哈啰 大家好 什么环境最容易让我们受性大发呢 小心哦 包括 音乐浪漫一点 灯光昏暗一点 心跳明显一点 这时候我们就会不知不觉进入意乱情迷的情境中了 哎呦 哎呦 我先问一下男女交往 最喜欢去哪里约会 要分享一下 小姑 你最喜欢去哪里 像因为我很喜欢往外面跑 所以我最喜欢约会的地方是海边 因为我觉得去海边就可以跟另外一班两个人手牵手 然后走在沙滩 沙滩上 那你可以抓到沙滩上 然后看一个夕阳 然后海浪这种就觉得很浪漫 小心沙子进去 进一面 进一面 会搞得很浪漫 一直流眼泪 对吧 我喜欢就是跟男朋友下班以后啊 因为上班太累了 下班就去山上 然后骑机车或开车去兜风 哇 然后我其实比较喜欢骑机车兜风 不要背对我好不好 好失礼 想这个太失礼了啦 你是不是觉得很无聊 你会讲出这种话啦 失礼 说得很乱 失礼啊 你 是不是 这个会算是景点热门经典的 对 其实我会觉得 谈恋爱的确是需要浪漫的气氛啦 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也蛮好玩 其实音乐很重要 背景音乐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放那种很催情的音乐 其实对那个爱情的营造还蛮有放弃的 那如果放那种 爱叨醬的一样 有些音乐我就会觉得 很多音乐我觉得非常的解嗨 真的 太解了啦 对 太解了 你那个太解嗨了 所以一定要有那个音乐 然后让大家觉得越来越放松一点 今天要讲的就是要有一种意乱情 对 意乱情 女生掉到这有时候会被那氛围给影响 对不对 对 好 所以讓男女意亂情迷 重點是忘記倫理道德 你是咖啡就算了 倫理與道德 現在台灣的教科書 還就取消了這堂課 還不小說 對啊 公民與道德 現在有嗎 現在好像沒有 好 所以重點是會忘記 就是你們都有另一半 但這個地方確實你就算了 首先這個什麼 昏暗的電影 看哪一部片也是重點 而且容易把那個倫理道德 或者是禮義廉恥 拋諸腦後 那我以前有一個朋友 你剛剛講那個古時候那時候 他是要放片的你知道嗎 放袋子 然後其實最後面 那個高起來的地方 你就會發現一個玻璃 一個玻璃 其實裡面是有座人的 然後就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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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朋友以前就是在顧那個ㄎㄎㄎㄎ 他常常顧到睡著 因為那個片子就是一直反覆 他就睡著這樣 他有一次他覺得 不得了 他那個玻璃上面怎麼多兩隻腳 他就遇鬼了你知道嗎 他嚇到 因為他那時候在打盾 所以一張開眼睛 怎麼兩隻腿 他嚇到了你知道嗎 可是嚇到自己他想說遇鬼 可能嗎 因為他在那邊太多年了不太可能 他越怕人就這樣 越怕就越看清楚 不得了了 怎麼 就是那個嘛 就是有人坐在最後一排 然後腳翹在上面 就是如火如土 我說太誇張了 怎麼會這樣 他說是真的 好 再來還有什麼 獨處的車上 這也是 剛剛你講到 對 對 通常一般來講 孤男寡女不建議在那種 長期相處在 見方兩公尺以內的 這樣的空間裡面 為什麼 日久一定會申請 以前我們在新聞界的時候 曾有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案子 我們就把它定位叫做 金瓶梅之大戰黑寡婦 那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這樣來講 因為是這樣子 因為男的呢 男主角他是有老婆的 那老婆又懷孕這樣 你知道老婆太太懷孕的時候 男人有時候就會開始 心緣意麻這樣子 然後我就好像 沒有一個可以發洩的管道這樣 那女生呢 是正好當時的時候 跟那個男朋友就分手 然後因為這兩個人 常常的時候動不動 就是過去的時候 大家跑新聞 那喜歡這樣子 你尻過來我尻過去 那尻稿子 尻久了之後 那女生就覺得我心情不好 然後就跟這個男生就講說 哎 心情不好 這男生講 好吧 那我們就開車上 剛才有一個人提到說 為什麼要去上陽明山對不對 陽明山 我告訴你去陽明山那個地方 肯定會出事 十個女生 九個半都會出事 結果後來最後的時候 一男一女的 就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很喜歡上陽明山 去看星空有沒有 對 看著流星從天際化過這樣子 晴天剛 是啊 然後久了之後 就產生了情術就出來了 對 一出來之後就 天雷溝東地 火貓一巴不可收拾這樣 結果慢慢慢慢久了之後 你知道有很多的 我要奉勸很多的男性 通常小三告訴你 他什麼都不要的時候 其實他心裡面 早就排出他什麼都要這樣 一開始這個女生的時候 一跟他講什麼都不要 慢慢久了之後 突然間就開始逼著這個男生 男主角就說 你為什麼不跟你太太離婚 你看你現在太太多醜 挺個大肚子這樣子 然後又化妝這樣 因為黃臉婆樣那個樣子 那我多好 學歷好 身材好 然後長得也不錯 你為什麼跟我在一起 逼久了之後 這個男生就開始就有點退縮了 你知道 退縮之後沒多久 就發生了一個什麼問題 就是 上到發行人社長 下到公有 人人一封那個黑寒 就來了 報仇了 那個黑寒就跟那個 外面的廣告單是一樣的 你知道 這樣子 差點就沒有印成一落 放在那個報社門口這樣 然後呢就 就大家都知道 然後就說什麼 說這個男的有沒有 什麼 搞婚外情啊 死亂中氣啦 他還宣稱說 因為他這個女生就宣稱說 他肚子裡面還了他的孩子這樣 哇 這個東西一出來之後 這個男的就很難 很難在報社就立訣 待不下去了 對 都被調職了 就從這個 那條線就被調另外一條線去 而且改為內情 等於說原來是記者變成編輯了 記者變成編輯其實上是蠻悶的這樣 結果沒多久之後呢 我們就想這個事情應該可以落幕了 沒多久之後就出現了兩個很奇怪的傳說 第一個傳說是什麼 是說這個男生為了要逼他 把孩子拿掉呢 沒事就對他家暴 而且沒事打都打他肚子這樣 我們就想說這個男生也太可惡了吧 這是第一個傳聞 結果沒多久之後呢 又傳到一個什麼 就傳出來另外一個消息說 這個男生呢 為了要擺脫他 他就把這個女孩子騙出來 騙出來之後 兩個人就相約到摩鐵去 打算有沒有 雙雙服藥致敬 後來這個男生就騙這個女生 吃了藥之後 這男生就落跑了 就那個女生吃了 這是女生在那邊的同事 這是真知口的劇情 他已經害命了 你們各位聽到這個的時候 有沒有發覺這個男生 實在是真的是 十二不赦壞透 對 其實都從哪裡說 這個女的掰的 真的是後來這個女的掰的 沒有這些事 沒有這回事 他要把他搞臭 他就把他搞臭掉 從黑寒事件開始之後 開始不斷的抹黑他 到後來之後發覺這個男生有沒有 越來越縮 縮到最後的時候 這個女的終於用了最後一招 你知道哪一招 就是趁著 因為他太太也在別的報社上班 白天的時候都不在 那是先生 因為他是編輯的時候更晚這樣 結果這個女生 居然就跑到這個男生家裡面 找了所將說 我要死掉了 麻煩你幫我開門 他就把他開了 開完之後 在裡面 地下裡面該吃的也吃光了 喝也喝光了 這樣 該上廁所也上過了這樣子 然後把自己家裡面弄有點亂 就等什麼 等這個男主角的太太回家 唉唷 這太太不是挺個大肚子嗎 對 我記得那個時候好像是 八個月的生孕這樣 打開門一看 傻掉 客了一個女人 就坐到他家客廳裡面 等著他回來這樣 等他回來之後呢 結果 這個女人就講 就直接開口 女主角就直接開口跟他太太講說 我現在告訴你 他不適合你們不配 只有我才跟他配 所以呢 我希望你們趕快離婚 不要自取其辱 不過太太一天這種情況的時候 當然是會捍衛她的一個 整個家庭的這個狀態嘛 所以後來說兩個就吵起來 吵起來之後 這個女主角沒有動手 但是把他捲家裡面 什麼花瓶啊 能夠砸的東西全砸光了 砸完之後呢 這個女人就奪門就出去了 出去之後 通常太太在家裡面 看到這種狀態 一定會想要離開這個環境 想一想 就想說 他打電話報警 就一看電話線被扯斷 後來之後她想要出去外面 出去外面求救的時候 打開 要打個鐵門的時候 發現鐵門也打不開 為什麼 因為被這個女主角 從外面用鐵鏈的嘛 整個把他 整個把他 整個都封掉 這次狀態不太對 進去 那是你的吸引力啊 對啊 這個是我們 這個是在民國 83年發生的 在我們這個台灣新聞界 非常有名的一個世界 這樣 後來沒有傷亡 後來沒有 後來之後呢 這個太太就一看 整個 也沒有辦法求救嘛 就在那邊 在門口那邊喊 其實都喊了很久之後 隊員們才發覺 奇怪好像有個聲音 後來之後找手機 把他弄起來 最後的時候是 夫妻兩個人聯媚 就是告這個女生 告這個女生是 妨害家庭 妨害自由 恐嚇 毀損 這完全都強烈 你看從車上衍生出來 對 所以車上這條路打叉 男生不要做這件事情 你只想佔點便宜 就後來身敗你 對啊 好 畸形指數一直升高 電影院車上第四名 是什麼 酒憨耳熱的派對 這也很危險